穩中有變 就是說在穩定的形勢之下 出現了不穩定的因素 不穩定的傾向 乃至於不穩定的這種風險 所謂變中有憂 就是說拿不出讓人放心的解決辦法 現在提出來的應對之策 並不能解除人們的這種擔憂 所謂外部環境複雜嚴峻 當然主要是指貿易戰 儘管現在貿易戰已經凍結 但是它已經給中國的經濟造成了相當大的損害 我們看報的也看得出來 最近這段時間以來 失業、企業、倒閉、人們失業的情況都是非常嚴重 所謂經濟面臨下行的壓力 實際上本來就在下行 現在的問題就是加速下行 這也就是這都表明了 在中共當局它承認 現在中國的經濟形勢相當嚴峻 這也就是像中座所談的 所謂40年未有之大變局 也是習近平在今年改革開放四周年 所談的難以想像的驚濤駭浪 最終日 выбир了 更加則,場面本就是 我們要記成交通